大家好,大罗现在在陕西西安 这是五威景区,它和西安城墙是一样的 都是五威景区 它就是西安碑林博物馆 里面有从唐代开始各种文物 就是石碑之类的 请咱们进去,看看这两份票 这就是西安城墙和碑林全景图 它的门票是75块钱 然后它是西安城墙的景区和碑林的景区 联合在一起是五威景区 它碑林整个单独的景区这边有写 是4A,国家等级4A景区 它和城墙一起被重作为五威景区 国家一级博物馆 这是入口,简派通告,我进去 整个碑林有900多年历史 大家看,从前面一直走就是一条直线 这是咱们站的是中轴的位置 前面就是移门 这里就是大下石马 哇,真漂亮啊 这口中可了不得,这是唐瑞宗李诞 叫景云宗唐奈 上面有他书写的这个名文 哇塞 好,我们往前去 看它这有一个小亭子 一小亭子里边全是大碑 但是写的都是维修宗 关闭了,看这个也是 哇塞 碑林两个字 中间有一口大碑 你过去看 这是石台孝庭 唐天宝四年,唐玄宗李隆基作序 孝庭是孔子的学生 记录他与孔子的交谈语录 主要是讲笑 此碑于北宋年 遗存到现在 距今几百亿年了 是碑林里边最早的藏品 这有些东西 这不是这个 广光吗 都搞铁这个矿解 文物啊 真是 这是温宝碑 石刻及其他分类第一号 哇塞 这个厉害了 汉代自己 这是文宝碑时刻方面的第一海 大家可能看着在泛光 这是鲁鱼 儒家经典之一 这边是孝经 大家现在在堂大所看到的是三人行必得我事焉 作其善者而同志其不善者而改之 但是我们现在所说到的是三人行必得我事焉 人情的介绍有点行吗 最早解释词意的专注 看古代的字 这古代全是繁体字 看来 这个出名吧 孟子 看不太清啊 看来看这 这是这种石头 这是什么石头 孟子 孔子 中永春秋左转 这里 都有 周礼 十二卷 真全啊 这个是不是厉害 周易 就是易经 看看 哇 啊 真烈 哎呦这真是 这才是文物 上书 这里基本咱们能知道的古书都有 这里基本咱们能知道的古书都有 这本字 写的真好 有知道这是什么字体吗 这是 试镜 来看 这 看 感叹 哎呀 这感叹中国的本字啊 是伯大精神的 还有甲骨文 还有碑林 哎呀 这是我